《香港蘋果日報》這份經營了26年的報紙 在成為國家安全打擊目標後被迫關閉。 6月24日是《蘋果日報》最後一次刊發, 100萬份報紙在當日已全部受清, 破了香港報章單日銷售的紀錄,寫下最終篇章。 儲名作者的香港時評人澤文指, 港共對壹傳媒集團和蘋果日報的趕盡殺絕, 實在是雙重的政治失敗。文章是如此寫的。 港共對壹傳媒集團和蘋果日報趕盡殺絕, 讓香港人連買一份報紙這簡單的日常舉動 都立即變成一種政治宣言。 100萬份被搶購一空,這裡可能有人要被問責了。 你們怎麼辦事的?竟然給予他們出紙的機會, 竟然讓香港人可以表態,讓外國媒體有了畫面。 國安拘捕公司高層和凍結資產 是外國傳媒總結蘋果停刊的兩大原因。 新加坡的CNA引用發生社的報導這樣演繹, 凍結《蘋果日報》的決定, 也暴露了當局現在有權追查任何被視為 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公司。 多家國際媒體公司在香港設有地區總部, 受寫入該市少許憲法的利商法規和言論自由條款所吸引, 但許多本地和國際媒體都在質疑他們在那裡是否還有未來。 在發生社的原文,更獨特地放大這句, It does not require a court order。 不需要法庭命令,也能令另一間傳媒機構倒閉, 這才是令外國吃驚的地方, 也是港共做得最錯的地方,雖然他們未必意識到。 在2000年,即使是伊朗最高權力哈梅內伊下令16間報社禁刊, 也需要透過司法機構發出法語, 但今次蘋果禁刊,有收到任何法庭的禁制命令嗎? 換句話說,如果港共是按既定程序向法庭正式申請禁止出版的禁制令的話, 外資可能會覺得,嗯,OK,還是跟著規矩辦事的。 但他們今次向外資示範了什麼是政治迫害, 政府如何不需要判決和程序都可以輕易滅了一間企業, 這種傷害才是不可補救的。 或者他們只是一心想拔去獄忠詞, 急於完成政治任務而不擇手段。 有人覺得這樣更好,因為有更大的阻嚇效果, 卻不自覺犯上了致命的政治錯誤。 為了迫逝一間傳媒停運, 竟然連斷電和收回土地都出來了,一切都是非正式的。 一個已經成功控制所有機構的政府,居然連一張合格的禁令文件都拿不出來, 只能用黑社會式的旁敲測擊的方法,迫使裡面的人交流。 外國投資者見到香港變成這樣,會有什麼觀感? 這就是你們所說的更安全的地方? 更諷刺的是,既然什麼手段都可以不擇了, 卻居然容讓一百萬份報紙可以成功出車,被市民搶購, 能用行動表達政治訴求,以收藏品的形式無處不在地潛伏在萬家燈火之中, 這豈不是雙重的政治失敗嗎? 又要做得羊,又要陰一點陰一點,這就是人質特色的人格缺陷。 他們本想對外證明,香港還剩下一個有效的技術官僚政府, 卻親手用行動證明了,這已經不存在了。 多謝您收睇時局新聞,再會!